雷欣斯福德是英國廣播公司的高級外國記者,派駐俄羅斯近20年,莫斯科拒絕續簽他的工作簽證,他今月底簽證到期就要離開,在俄羅斯相隔10年再次驅逐英國記者出境。 雷欣斯福德說,幾乎三分一人生都在俄羅斯過,被趕走很難過。 俄羅斯官方傳媒報導,這次將正式驅逐離境屬於對等措施,因為英國政府拒絕法簽證給今日俄羅斯和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記者。 這兩家俄羅斯國營傳媒在英國都拿不到許可在國際場合採訪。 報導形容英方的做法,越過俄方所有紅線。 但俄羅斯沒有提到簽證被英國拒絕的俄國記者具體名單。 俄羅斯外交部年初一份報告指,多間國營傳媒自2016年起,用不到英國銀行的商業戶口。 英國政府否認針對俄羅斯傳媒,批評對方驅逐記者出境,創誤、倒退、打擊新聞自由。 英國廣播公司就說,事件直接攻擊新聞自由,強調將會繼續在世界各地作獨立公平的報導。 有線電視記者,吳景儀報導。